經常那個儀式已經給人家搓泥巴 搓泥巴搓了什麼 搓了一個坨塌 加個餅 加個蓋子 拿去給師傅泡茶 欸 師傅發現說我在泡茶的時候 因為以前都冒冒 冒冒冒煮的 這樣搓泥 搓到那個儀式就把它變成商品 商品來賣 把中國人有吃茶變成飲茶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大家剛開放的時候 一些阿公阿嬤都在台灣的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 我跟你說喔 我這支地瓜 這支地瓜在當時代 當時代 我的祖廟在學起來 這支喔 熟熟了 任命平均你三千塊就好了 那三至三一千 兩百塊也買回來 阿嬤沒興趣 三千塊 兩百塊也買回來 年輕人 你看我看這支地瓜 東條西大那一地瓜 阿嬤 零條西大這裡有地瓜 零條正點在那裡都有地瓜 有沒有 唐宋 嚴明清 這支都說了沒有 所以你阿嬤會記得喔 你到一塊買到一把糖茶茶舞 因為 因為中國第一把茶舞 叫做樹蔭 大樹的樹 英華的英 這一把茶舞 目前還放在北京歷史國務館台 所以喔 所以我們這個茶舞 就是一種革命 後來因為它有保溫的作用 北方人 北京的人 他會在那裡怕什麼 怕溫度不夠 所以在那裡 第一把茶舞 南方人是充泡的功能,北方人是保溫的功能